就是你 来一趟 没想到你的职业 还挺多变的 跟你的发型一样 挺多变 现在是工作时间 不接受采访 误会了 误会了 这次我来不是找你采访的 这位是我朋友 你之前见过 是他找你有事 对 上次没好好介绍 讲义 两位想吃什么 丁爷 你看你要有时间的话 要不如跟我朋友聊聊 他现在是一家 游戏公司的设计师 他们公司想买到 你的小说版权 作为改编 我们店主打的是口水鱼 也能认很多人 那就除了口水鱼不要 其他都来一份 就口水鱼 为了 两位是吧 稍等 稍等 师傅 您尝尝 怎么样 五分 满分 满分 满分是一拨分 我跟你讲 那个手艺这个东西 它不是四天半个月就学得回的 我十五岁如河 这个月一天我要做三十几条 你算一会儿到今天 我做了好多条 三十乘以三百六十五 一万零九百五十 您今天多大师傅 你挂挂子 空脑空 还真的算哦 我跟你讲这个意思 就是说啥子 那个手艺不是那么好练的 再不好练 也要练 一定要练到会位置 我肯定也不得像是做这个行业的人 为啥子非要学这个口水鱼 你要开餐厅 当老板哦 您答应过我的 一定会教我最地道的口水鱼 说到要做到 我真的是欣赌你的血 我跟你说 一会儿人家来了 你好好跟人家聊 没准他就感兴趣了 要不咱算了吧 你不是跟我打赌吗 难道你不想赢了 那我赢了你不就输了吗 那我也挺开心的 特色菜 口水鱼 谢谢 丁爷 你先别急着拒绝他呗 没准他游戏的构想 跟你小说很契合了 我对游戏没有兴趣 那不说游戏 说你的小说呗 好啊 说说看 很多人看不懂迷宫 是因为迷宫与着关系错乱 时间反复横跳 在这个近乎神经质的 世界观之下 讲述的其实是一个 寻找朋友的故事 对吗 工客做得不错 可惜 还是太俗意 不管你要做什么游戏 说到底就是一门生意 就跟做鱼一样 有人用巴鲨鱼冒充龙鱼 即便假借着别人的名义 但刺品永远是刺品 是谁规定的 巴鲨鱼就是刺品 龙鱼鱼就高贵了 非得分个高低贵戒 那说到底不还是上人思维了 什么思维都不重要 我自己的作品 必须以我想要的方式而呈现 非要把一个东西 装进另一个东西里 味儿会变 还会变得更糟 装怎么做 那你看这家店 这家店明明是一个 靠手艺支撑下来的百年老店 现在也靠着这些 格格不入的穴套在这卖弄 这不也是装吗 服务员 帮我把面瞎了吧 那个 没事 你不会甩面也没关系 反正你也是个装的主人 来了 你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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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怎么被你说的 好好跟人家聊 咱们来找人家谈合作的 你怼人家干吗 我就是看不惯 他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面面明明能拿水里煮去 干吗非拿出来甩呀 再说都是做生意 谁比谁高贵啊 明明一窍不通还硬着头皮 谁更虚伪啊 少说情绪 不好意思啊 怎么回事啊你 不好意思 会不会弄啊 不是 把你们经理叫来 专不专业啊 我 丁爷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参加培训 甩面没练好 你敢出去给客人表演 对不起啊经理 我没想到甩面那么复杂 甭跟我说这个 你说说 从你来到现在 我接过多少单投诉 给客人免过多少回单 要不从我工资里扣 您那点钱够扣的吗 这样 从明天起 你不用来上班了 好吗 不是 经理 你给我个机会再 我给你机会 谁给我机会啊 祖宗 算我求你走 行吗 你再不走 我也没活干了 丁爷 您还好吧 我被炒了 我被炒了 你觉得呢 对不起啊 你知道我费多大的劲 才能留在这儿吗 看出来了 确实是学了不少东西 不仅学会了甩面 还学会了甩人 我还是想跟你真直地 说一声抱歉 我这次来真的不是 逼迫你接受我采访的 我的本意是想带着我朋友来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许你会不会 我许能帮到他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如果我的行为 真的对你造成了伤害 那我以后 都不会来烦你了 采访也不错了 我本来就不该 厚着脸皮 对你提出一个 又一个的请求 其实来的路上 我都想好了 如果你能帮我朋友 我愿意放弃采访 可以 小时候可以卖给他 价钱他说了算 但再也没猜头 不是 你在说什么呢